本期我们来说说让鲁迅弃一从文的日俄战争 这场战争在避免了沙俄侵占东三省的同时 也让日本一时间自信心爆棚 为后来的疯狂埋下了祸根 时间回到八国联军侵华时期 当时沙俄借口保护在华资产 派遣二十万大军非法入侵东三省 沙俄这一趁火打劫之举 让其他列强军逐面干涉 要求沙俄从东北撤军 这并不是他们良心发现 而是担心沙俄的动作会损害自己 在中国的利益 毕竟沙俄一战要吐出来就难了 沙俄起先答应撤军 但撤到一半后便赖着不走了 还任命了所谓的远东总督 而当时的蜻蜓也以焦头烂额 为了保住东北别无他法 将撤军谈判的内容悄悄告诉了日本人 试图领进另一股力量 来维持东北的战略平衡 防止沙俄得寸进尺 日本一看沙俄想赖在东北不走 急了 因为日本一直谋求在东北的利益 毕竟这地方离本土最近 这便是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1903年日俄谈判破裂 此年日本向沙俄发出了最后通牒 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 随后便在未宣战的情况下 攻击了停泊在旅顺港的沙俄舰队 日俄战争爆发 客观来讲就双方国力而言 日本当时绝不是沙俄的对手 沙俄当时的陆海军力量 连欧洲练强看了心里都犯触 但沙俄在远东地区并不占优势 他们的军队主力都部署在欧洲地区 况且当时西伯利亚大体股 并没有完全开通 支援能力弱 另外沙俄非常侵蚀日本人 称日本人为猴子 他们认为一个俄军能调打三个日军 教训日本人真是小菜一碟 日俄战争爆发前 沙俄一直是日本的假想敌 因此备战比沙俄要认真的多 从马关条约中得来的 2.3亿两白银 大部分投入了军备 另外日本还占据地理优势 日本能在沙俄把主力部队运来之前 在东北战场形成绝对优势 所以尽管双方都知道 会在东北亚利益上爆发一场战争 但沙俄希望拖得越晚越好 而日本希望越快开战越好 好度成心的日本人 也抓住了战争时机 1904年日本率先打响了日俄战争 蜻蜓马上宣布中立 简单概括日俄战争 共经历了四次战役 三场陆战 一场海战 第一场战役是辽阳会战 此战俄军是防守防 且兵力占优 但俄军作战比较保守 每次战斗往往要留一大半的兵力 做预备队 而日军在进攻中完全不留预备队 全军缩哈 但即使这样 日军依然无法攻下辽阳 戏剧性的是 就在日军决定撤退前两小时 不了解敌情的俄军也撑不住了 决定先行跑路 日军侥幸地赢下了保阳会战 第二场战役是吕顺战役 日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总指挥 是大名鼎鼎的奶目西点 面对俄军的马克星七枪 一味发动赶死冲锋 高呼万岁的日军成了俄军的活靶子 奶目西点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归西 最后还是靠炮兵的支援才攻陷了吕顺 最可笑的是 仗打成这样 奶目西点还是被称为战神 第三场战役是凤天会战 凤天就是今天的沈阳 这场战役是日俄战争陆地上的总决战 与之前一样 兵力占优势的俄军 最终因为一系列指挥错误 最终只能被迫撤出凤天 面对俄军地面部队的败退 沙皇尼古拉二十并不甘心 他希望从欧洲赶去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 能挽回败局 原本沙俄在远东地区有一支太平洋舰队 但主力已在旅顺战役时被日本打残 归缩在海深外 沙皇只好将波罗的海舰队派去增援 我们先来看看波罗的海舰队在哪 这支舰队驻扎圣彼得堡 那怎么过来呢 只能是绕过半个地球过来 地球周长4万公里 这支舰队开了3万公里来迟远 光是在路上就花费了大半年 再加上天气炎热 补给吃力 士气一路跌落 能够抵达战场 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舰队在到达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时 遇到了等候多时的日本舰队 海战史上的经典案例 对马海战拉开了序幕 为获得有力攻击舰位 日本舰队出其不意地来了一个敌前大转向 将俄军起舰打残 让俄军陷入了没有指挥的混乱状态 这场海战历史两天 结果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 沙俄舰队38艘战 成了21艘 被俘7艘 堪称全军抚没 而日军仅仅损失3艘鱼雷艇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艘叫阿弗勒尔号的战舰逃了出来 这艘船后来打出了10月革命一声炮行 对马海战摧毁了沙俄最后一丝信心 被迫和日本议和 将东北亚利益全部让给了日本 日本还向沙俄开出了30亿日元的天价索赔 但沙黄辉煌 一分没有 不服再打 日本只好认怂 因为如果沙俄把西线主力调过来 日本也只有受虐的分 日俄战争让日本自信心爆棚 自认受到天赵大神的眷顾 他们想不到的是 不到50年 吃到嘴里的肉便都吐了出来